哈囉 大家好 我是國寶 那因為疫情 COVID-19 的肆虐 那我們街頭藝人已經大概一百多天沒有演出了 那今天很開心的降二級了 可以接到一些邀約 今天是9月4號的禮拜六 中午的11點半 那我今天接到一個演出 要去宜蘭的頭城的一個市集演唱 那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 關於街頭藝人的一天是如何 GO 跟大家分享我的器材是怎麼在出門的 那基本上我都會騎機車載 因為我台北這邊 新北這邊沒有汽車 然後這是我的 我的戰車 VJR 那基本上我就是吉他會飛到後面 就可以選一個空間 音響就放在機車的前面 上面疊了一個器材包 旁邊是一個普麥架 就是這樣的一個 四件無敵大組合 天啊 這個台灣的風景真是美好 好久沒看到那麼好的天氣 台灣的東部 Sign 好 現在是1點50分 那預計會在2點 先架好器材之後 大概2點半前會開始演出 那我的器材在這邊 基本上就是一個 吉他包 喇叭 器材包 跟普麥架 那就先來架器材 好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我的器材 那這就是我的全部的樣貌 架設好了 那這是BOSS的S1喇叭 那這是我的人聲跟吉他都進這個效果器 叫做V18的配合音的效果器 然後這是節奏鼓的效果器 然後兩個訊號都要進入我的喇叭 那這就是下好的樣子 那接下來我要先來試飲 這個音量會太大嗎 這個音量會太大嗎 不會 不會 還是要再大一點 給我一瓶酒 才給我一隻眼 說走就走 我有的是時間 我不想在未來的日子裡 好那來跟現場的所有朋友 稍微自我介紹一下 那我是來自台北的街頭藝人 我叫做國寶 那大家如果喜歡聽我唱歌的話 可以追蹤我的臉書或是IG 那搜尋國寶 GUOBO底線1022 就可以看到我了 那如果現場的朋友 有想要點什麼樣的歌曲 都非常歡迎來前面跟我說 跟我點歌 天啊 白天啊 那再來 這個下一首歌曲是弟弟點的一首 來自一個 歌手 阿四 非常洗腦的歌曲 跟大家講一下這個故事 這首歌 《熱愛一白龍頓你》 剛好是在疫情爆發之後的 一首瘋的歌曲 我就會預測 在疫情之後的第一場演出 一定會被點這首歌 果然就被點了 站起來 你從來都不經驗失敗 對夢想的執著一直不曾 我剛剛看 Tim有唱老王 老王那種 好 那斑馬應該 可以可以 可以 耶 那帶來下一首歌 是現場朋友點的一首 來自宋冬爺的歌曲 斑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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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睡吧 睡吧 好 當然這首歌曲來自宋冬爺的 斑馬 斑馬 好 那我是街頭一人國寶 希望大家有個美好的一天 拜拜 有看過黑色珍珠音調嗎 就是我 太黑了 好 然後現在是演出結束了 那就是準備要收器材 用到了一個最麻煩的一個時間 要把我的器材收一收 然後很開心今天能夠在疫情的 三個月之後第一場演出 在宜蘭的 頭城市集 到家 那現在的時間大約是晚間的7點左右 來跟大家總結一下今天演出的心得 那因為疫情啊 將近四個月的時間沒有演出 出去表演的感覺真的很棒 然後也讓我非常非常懷念 希望之後的疫情可以比較穩定一點 那我會很喜歡在市集演唱的一部分 也是因為有蠻多的攤友啊 都會跟我一起互動 在結束的時候還會附上一些禮物 然後就會讓我蠻開心的 真的是很開心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我是國寶 那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